股神巴菲特开奖 美国内部拉斯加州奥马哈的股东大会 坐无虚席 巴菲特公布旗下公司 波克夏手机财报 大举抛售过去最爱的苹果股票 由现有苹果股价值推算 巴菲特苹果股大砍13% 近期苹果产品销售疲软 可能是抛售主因 不过尽管如此 苹果依旧是它最大持股 而上一季抛售股票 加上近期表现亮眼的美股 推波助澜 让巴菲特手上现金上新高 美股三号收盘道琼大涨450点 二号收盘也上涨超过320点 由于美国非农就业率 过去半年成长超乎日期 连带激励美股 六个月来涨幅达到13.43% 其中3月28号更创下历史新高 巴菲特因此获利 持有的现金和约当现金 总价值1890亿美元 巴菲特股东大会上强调 未来主要投资还是会留在美国 尽管看好美国经济前景 但国内贫富差距有逐渐拉大趋势 即便是美国较富裕的康乃迪克州 食物银行依旧能看到人潮 观察近期前来排队的人 多数是有心阶级 壮年人口也增加 物价飙涨即使有赚钱也入不敷出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成为美国经济难题 TVBS新闻综合蹦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